他的位置一定是要在徐志摩的这个后面 放在他的后面才对 那刚刚可能同学那个步骤 第一个步骤就做错了 所以呢变成他不是在上面而在内容里面 所以呢你要怎么办呢 如果你看得准的话 其实做一次就可以把它就是有点移植 把它移回去 那怎么移植呢 你可以看一下他是放在什么 content内容里面会有个net bar 那怎么做呢 你可以把这个DIV一直往下选 选到哪里呢 UL到UL DIV这个部分的话 是他应该有的位置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它搬到哪里呢 搬到那个徐志摩三个字的后面 特别是他后面还有东西 你不是加在这里 而是加在他结束的后面这里 就是把它整个选起来移过来 所以如果你移的正确的话呢 那很就很快的就可以完成了 就是选取就拖拉过来就可以了 放开 有没有选取移动 他就帮你移上去了 那你怎么知道对还是不对 即时点掉之后的话呢 再点一次即时一下 OK 那你想说第一个问题解决了 有没有他已经放上去了 不过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就会乱掉 像刚刚同学乱掉 不然就是说多一个东西啦 其实主要是什么干燥啊 主要各位可以看哦 在这里面的LI的前后 有没有这个东西 BR 这个BR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换行 所以刚刚同学也是一直都 好像每个同学都一样啊 所以我就干脆一起讲好了 如果说你有遇到这样的乱掉情况 你检查一下有没有这个东西 其实就是因为它造成你的那个什么 你的摆的位置就不对啊 所以怎么办呢 就是把干扰的东西delete掉 干扰的东西delete掉 OK还有没有 这边有 所以你会发现了设计工作 最重要还是非常的细心 所以其实好像我做的工作 就是要比别人更细心 心要一定要静得下来 你要找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 那这个作品呢 就会马上做出正确的结果 来我们来试一下 即时再点掉 然后再点它一下 看一下结果 有没有 马上恢复正常 所以基本上 你只要看得懂 我刚刚搬移的位置 马上结果就是不一样 这一段有没有 所以我刚刚只有做几件事 一 把它从content的位置搬上来 二 把里面的BR给删掉 结果就OK了 我应该知道我在做什么 当然如果你将来对于做APP 或者是做这些比较设计类的工作 有兴趣的不排斥的话 其实我倒是还蛮建议 各位可以把左边的这个东西 好好熟悉 其实还蛮有趣的 因为做出来 其实就是独一无二的 而且是属于你做出来 是你创造出来的 好那这个地方的话 第一个就是刚刚同学问的问题 我就把它稍微做一个说明 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么样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点选 比如说我升频 它会跳到升频 那升频这个地方 还有123 那怎么办呢 一样请你把什么 这个123 升频的这个 一样做什么 List of View 那怎么做List of View 一样 选它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做什么呢 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项目 项目 有没有 一样嘛 所以一 如果你要做List of View的话 先把它改成什么 项目清单 项目清单 前面一定要点 第一步 第二步的话呢 请你选它 做什么呢 加入超连结 所以超连结 或者你先把它改成List of View 所以选它之后的话 把这个地方呢 改成Data Row里面的List of View OK 第二步 第三步的话呢 请你怎么样呢 再把这个加上超连结 那特别是这个地方应该是连到哪里呢 Page 1 底线1 有没有 一直类推来 然后底下就一直到5 那我就做一个好了 做一个demo 那最后如果说你要圆角的话 还记得吧 Data Insert 那特别的话是把这整个选取 再到这边Data Insert 把它改为True OK 这样的话呢 就完成 把它及时预览一下 OK 然后升屏看一下 有没有一个清单 有 而且可以连结嘛 因为我只有做一个demo啦 所以其他的都一样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因为跳到这边之后 那你要怎么back回去 要不你就按手机上面的back 不过一般我的习惯是最好这边有个home 就是可以做出类似像 我这边有一个画面 这边做一个什么 也就是在每一页干脆除了home之外 的左上角或者右上角都可以 看你要放左边还放右边 放一个什么呢 home的符号 表示说你按下去之后呢 就会回到我们的主选单 这样子对于使用者操作会蛮方便的 但是要怎么产生这个home的这个按钮 其实并不困难 不过你可能要特别注意 应该加在哪里 这件事情 所以我想你们比较容易做错的 就是起点 好像有时候会做错 所以特别注意呢 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除了home以外 都要加一个什么 加一个那个home的符号 所以你会发现我demo这个假设回去 这个是做完的 你发现呢 我每一个 有没有 点击每一个 它的每一个都一定是回到home 那这样就很方便了 反正以后看完之后 就回到我的首页 这个算是 或者叫页首 然后呢 这个地方如何做出来 首先第一个 我们要在每一页 所以除了第一页 所以第一页不要 请你找到第二页生平 那特别注意要加在哪里 首先的话 第一个就是说 我希望在这个上面的部分 所以特别注意 加的位置请你注意一下 请你先找到它的标题 生平的左边 因为我要放左边 所以放在生平的左边 游标先放这里之后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如果要加那个的位置 并不是在这里 而是在它的标签符号前面 所以第一步可能比较麻烦一点 请各位看一下这边 其实要加在这里 加在这个的位置 才是正确的 但是我们要加之前 我看先把字打上去 我们先打一个home 先打在这里 等一下再搬加 可是你会发现打home 它是在这个H1的这个位置 可是我们当然可能将来要把它搬到 这个H1的前面 那它做什么事 第一个 把字打上去 第二个的话 请你把它改一下它的data roll 这个data roll的话 基本上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按钮 按钮的话就是button 所以先把它改成button 好 改成button之后的话 这个时候它就是一个按钮的形式了 那按钮的形式的话 接下来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按钮的话它会放在升平的这个位置 那所以请各位 可能要这个比较麻烦一点 就是说 请你把这个H1 这个位置呢 请你把它稍微搬加一下 把它搬到它的前面 我好像放这边 我把它先还原一下 因为它是把它加在H1 不然更正一下 先把它先丢到前面去 不然它会把这个按钮 加在H1上面 就会产生错误 所以先把它搬到前面去 然后做什么呢 再来一样 请你把这几个字 这边有home 请你把这个home选起来 这边搬过去之后 把它选起来 那第一个先把它的data roll 把它改成那个button data roll 所以找到这个 这边选的时候 选它之后 data roll如果 本来已经有那个黑的 请你把它跳开 这个地方data roll 现在的data roll是黑的 基本上我做出来的结果 是类似像这样 当然这个地方 我把它放这边 还是我先把它放在后面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你们先把刚刚的东西先完成好了 我等一下在home